强跟能力的 好不好 为你记得牧者的名字祷告 如果不记得的话 为那个堂会牧师祷告好吗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求主帮助我们的牧者们 每天亲近你的时候 你就对他们说话 使他们靠着你的智慧牧养群羊 使他们在各样的世上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大德丰盛 使他们在前面奔跑牧养群羊的时候 心里是没有作难 没有勉强的 听见他们在暗处的祷告 在众人面前高举他们 谢谢主 帮助我们的牧者在你面前 每天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不好 我们一位 特别一位 这个教会有许多 有一些幸福小组 目前应该是有 十六个 十六个幸福小组 祷告好吗 求主说我们叫 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管道 让没有认识主的 或是渴望认识主的 可以透过这些幸福小组 得以进入神的家 好不好 为每个幸福小组祷告好吗 为每个邀请来的人祷告 也为每个同工祷告 求主使整个幸福小组里面 有一个向神开启的一个氛围 让神的圣灵在当中 可以自由地运行做工 请 祝福小组里面 主我们为每个幸福小组祷告 求主使整个每个邀请来的人 他们心都是向福音敞开的 求你圣灵在当中做工 也使每个在幸福小组里面 服侍的弟兄跟姐妹 他们有从主来的温柔跟智慧 长存谦卑的心 晓得如何回答个人众人的问题 祝求主使许多人在当中认识你 可以进入神的家中 求主恩典使与这个教会同在 使得救的人可以天天 嫁给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殿中 一起敬拜赞美神 好的无比 使神的荣耀在众人的身上发明 使大家在当中 可以有主的恩典 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时刻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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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各位带着 我们在敬拜之间为自己祷告好吗 有什么难处 有什么需要向主成名 我们在主面前说 主啊 主啊 你听见我向你献上祷告 主 现在求你连续我 使我遇见你 使我遇见你 使我缺乏得满足 使我的干渴得满足 也希望 我们也为其他的带导者祷告 希望有更多的带导者 可以在主日的时候 都一同来到主面前 心里火热 来为这个教堂 为这个教会守望 好吗 请 请为自己祷告 请 好吗 感谢观看 主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可以每一主日来到这里 跟许多代导者一同来守望 主 求主使我们心里的火永不熄灭 让我们在祭坛上将自己献上的时候 主你的油天天加添到我们生命里面 成为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可以为主火热 为主燃烧 所以求主激动许多的弟兄姐妹 为主大发热心 可以不单是在每个主日 愿意到你面前来成为代导者 让我们在每个时刻 在每个地方 也都成为你的福音的种子 谢谢主 帮助我们每个代导者 软弱的得到刚强 缺乏的得到不足 受伤的得到医治 谢谢主 我封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在我们敬拜之前好不好 我们来回想一下 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识主的 但是我想每个人 我昨天去一个餐会的时候 有一个以前认识的 昨天对 礼拜五 有一个以前认识的节目主持人 很高兴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四月受洗了 我好开心 非常兴奋 一直跟我分享 我一直有点 反应不过来 但是我已经很久 没有看到人说 哇 我认识主了 我受洗了 兴奋得不得了 拉着我一直讲 我觉得 感谢主 提醒我们这种 认识主的喜悦 进入神的家里的喜悦 我不想你还记得 你刚信主的时候 那个火热的劲儿吗 好不好 我们来想一下好不好 回想一下 主的恩典多么奇妙 阿们 在我们敬拜之前 谢谢他好吗 谢谢主 谢谢主 让我们认识他 我们要唱 奇异恩典 唱诗歌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千万不要有口无心 对不对 不然得罪神就不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站起来好吗 我们来 赞美主的奇异恩典 好不好 这首歌如果你没听过的话 应该不太可能 奇异恩典听过吧 我们唱白话版的 白话版就是 是Amazing Grace的音 但是歌词白话一点 预备好心了 我们就来赞美主 奇异恩典 好不好 多么奇妙的恩典 你的呼唤和灯感甜 我所有的国防 都得赦免 我曾在世界流浪 终于回到我的家乡 曾经仿佛下眼 如今能看见 噢噢 哈利路亚 噢噢 哈利路亚 我一生要歌唱 你的恩典 我曾在世界流浪 终于回到我的家乡 曾经仿佛下眼 如今能看见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我一声要歌唱你的恩典 回想走过的时光 你看哭我一路笑嘴 有你同在这日子多么美 许多危险 失恋忘落 我已黯然寂寞 靠出恩典 安全不怕 更引导我 归家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我一声要歌唱你的恩典 我曾在世界流浪 终于回到我的家 曾经仿佛下眼 如今能看见 正来已熄灭 深入欢迎 恩光爱已见面 喜乐送葬 再不做钱 神往大与快闲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我一声要歌唱你的恩典 我一声要歌唱你的恩典 回想走过的时光 你看哭我一路笑嘴 有你同在这日子多么美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我一声要歌唱你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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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想走的时光 你看哭我一路想随 有你同在的这日子多么美 我一声走过的时光 你看哭我一路想随 有你同在这日子多么美 给主最大掌声 谢谢主奇妙的恩典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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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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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第126篇说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带回西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满口喜笑 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人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在你 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将我们从被掳的地方 带到他的面前 好不好 谢谢主 好吗 谢谢主 用你的嘴唇 献上祷告 做祭物 做果子献给神 说谢谢你 谢谢你 你找到了我 谢谢你 你找到了我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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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你宝座 写上我的祷告 在这静静时刻 我听见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爱 已经找到了我 是我陪的走进 你的痛在里 在这安静时刻 你聆听我呼求 享受在你的荣耀 以便宝庆时刻 给我将你的心 已经静了解放 来光照我的心 сн灵了解放 你是我心 充满了快乐 安静时刻 我虔然心静 你是我心 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祷告 献上我们祷告 我来到你宵座 献上我你祷告 在这宁静时刻 我听见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爱 已经照亮了我 是我陪的走近 一笔里同在里 在这宁静时刻 你领紧我不求 享受在你的荣耀 圣结中 就你用起脸 来光照我的心 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 就你用起脸来光照我的心 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 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 就你用起脸来光照我的心 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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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你找到了我们 谢谢主 在天和地这么远的距离 你找到了我们 谢谢主让我们在 欢喜快乐的时候 你与我们同在 在软弱的时候 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你的恩典 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 谢谢 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隔绝 有高山阻挡 无法跨越 我彷徨无助 与牧羊望天 在暗夜路 求你生命 在黑暗之中 你慈爱展现 拆毁我灵魂的灰暗 恩典已成就 结局已泄命 祝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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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毁我灵魂的灰暗 祝耶稣 拆毁我灵魂的灰暗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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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一世帆我 哈利路亚 是我不再想知我 你已打破这色脸 彰显你救赎恩典 主耶稣 勇和 帮我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当每主义是帮我 哈利路亚 是我不再想知我 你已打破这色脸 彰显你救赎恩典 主耶稣 勇和 徬徨 荣耀的清晨 你成就应许 收拾的身体 开始呼吸 有大地狮子 有大地狮子 打破了沉默 打破了沉默 宣告奋墓 不再下自我 耶稣 勇和 徬徨 拥有大地狮子 打破了沉默 宣告奋墓 不再下自我 耶稣 勇和 徬徨 耶稣 勇和 徬徨 主耶稣 勇和 徬徨 哈利 勇和 徬徨 哈利 нав 徬徨 哈利 勇和 徬徨 哈利 勇和 徬徨 哈利 勇和 徬徨 赞美主 一生 보� 徬徨 哈利 劳 徬徨 尊美女 以马内女 她命成为 以马内女 神同在 掌线荣华 他命成为 伊玛内里的神 伊玛内里 伊玛内里 他命成为 伊玛内里 神同在 掌线荣华 他命成为 伊玛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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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是的 我们感谢祢 主 这是我们的敬拜 主 我们相信 当我们一起在唱伊玛内里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是的 主 我们要说主 祢是那个得胜军队的元帅 主 所以我们每一个百姓跟随祢的主 我们都可以因着祢的名的缘故 主 我们说我们已经得胜了 主啊 即便我们在软弱当中 即便我们在困难当中 主 即便我们的身体软弱 主 即便我们碰到经济上的困难 但是我们仍然要说 主 谢谢祢 因为祢是我们军队的元帅 我们已经得胜了 伊玛内里的神 主啊 三位一体的主 主 这是我们献上的赞美 主 这是我们的感恩 主 这是我们敬拜的祭 哈利路亚 主啊 主 愿祢自己的应许成就的时候 就像诗人所说的 主 我们可以满口的欢喜 主 我们可以满口的欢呼 主 我们可以唱出 我们可以从心里面 主 我们可以发出那个喜乐的感恩 主啊 当我们的教会 祢自己的教会 洛夫教会 继续照着祢的心意 主 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 主 我们就看到 祢即将为我们要成就大事 主 所以我们就可以真的大声的宣告 我们可以怀着感恩的心 说 主 谢谢祢 主 祢又再次使那个干渴的河水 又注入了那个火水 主啊 让弟兄姐妹 那个干渴生命的火水附流吧 主 让这些忠心摆上 主啊 他们愿意流泪啥种的 主 祢让他们欢呼收割吧 主 当这些流泪出去服侍人的弟兄姐妹 主 让他们可以高高兴兴的 带着河捆回来吧 主啊 随你的教会再次被你复兴吧 主啊 愿你当中的墙 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拆毁吧 主 愿落福教会 祭神上的火再次的从天上被点燃起来吧 主啊 让你的弟兄姐妹 对世上的灵魂的负担的火 主 再次的被天上的火来点燃起来吧 主 复兴你的教会 主啊 我们再一次宣告说 复兴你的教会 复兴你的教会 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 主 求你天上的火再次的点燃我们 主 让我们不再以自己的事为念 主 以至于主 我们愿意将你的心为心 主 是的 我们要说 主啊 正常在外面 主啊 正常不在里面 主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主 就是那个在黑暗势力 掌权的那个撒旦魔鬼 主 这是我们唯一的敌人 主 帮助你的教会 帮助你的百姓 愿意再一次主啊 有那个生命的更新 以至于主 我们可以造成你的心一心 谢谢你主 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的时间 主 你是我们生命当中 唯一可以摆上献上的对象 感谢你 主啊 你是这么爱我们 主 求你悦纳我们众人的敬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阿里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手上没有新朋友 但是我想我们当中 还是有些可能很久没有来 我们当中的 或者是你是第一次来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来欢迎 要来介绍 那不想到在我左手边这边 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来 很久没有来的 或者是 没有机会介绍过你的 可以在这个地方介绍你 在左手边没有 好 请问在中间这个地方 还有在旁边 有没有第一次或者是很久没有 大家还是很像很紧张 有一次我在师会当中 在台语堂的师会当中 那我是年轻人 我看到一个年长的这个夫妇 很高兴说 这位新来的朋友 结果想不到 他已经比我来更久的时间 他只是很久没有回来 所以有时候我在介绍的 那时候很不好意思 好 没关系 我们一个礼拜没有见面 感谢主 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 我们可以前后左右 我们彼此的问安 彼此的祝福好不好 你可以跟他说一声 耶稣爱你 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的敬拜 我们彼此的祝福 彼此的问安 Hallelujah 是的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神 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 特别 你如果看到你旁边有 叫不出名来的 特别跟他有一个微笑 可以跟他说哈喽 谢谢主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 请我们的同工 可以放一下 我们一起来关心 本周的重要的 教会的事工的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请让我们一同来关心本周重要事项 装修报告 中会堂的整修工程即将完成 目前所需的费用是9万5千元 至今收到5万2千余元的奉献 若有感动为中会堂奉献 支票抬头 请写EFCLA 并请著名中会堂 教会周年庆 10月13号是教会49周年庆 午餐将有家菜取代元年中同工感恩餐会 以答谢所有服侍同工一年来的辛劳 追思礼拜 丁招生长老的追思礼拜 定于10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本教会举行 由于追思礼拜的时间有限 台服的弟兄姐妹若是想要表达对丁长老的怀念与感谢之意 尽请提供100字以内的文稿 并于9月30日前电邮给总会的办公室 同工们将协助集结成策 以上是本周的讯息报告 更多详细内容请参阅周报 接下来请让我们一同来带祷 为教会祷告 为英文青年团契的幸福小组来祷告 求神带领更多的BEST来参加 求神借着这个小组带领更多人来信主 请为16个幸福小组来祷告 求神让更多的BEST来参加 求神软化BEST的心向福音敞开 请为世界祷告 从伊斯兰教改信其他的信仰 在伊朗是名文禁止的 虽然如此 伊朗改信基督教的人数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 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同心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来为不管是世公 不管是为软肉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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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就造就灵徒的时候 自己的宝血在遮盖你的教会 主要特别再一次 祷告是你自己的教会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也将今天你自己忠心的仆人 主我们的谢先生牧师交在你的手中 主他要再一次的 主啊来与我们 主啊分享你自己话语的时候 愿你自己借着他所分享的信息 来对我们说话 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 来对我们可以扎心 主以至于主我们被 主啊被教导以后 主我们被转化以后 主我们有那个愿意去行的动力 主我们将今天的敬拜 从头到尾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自己可以得到该得的荣耀 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下时间交给谢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 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 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做 什么 最后一首 以马 你什么意思 神同在 OK 但这个字怎么拆呢 怎么拆开 怎么拆解 以就是上帝 马 就是我 内力就是在这里 就是神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早晨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 来敬拜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的当中 Amen 最近我们都在分享这个 立位记的经文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 从9月 我们的活活生命一直在读立位记 其实立位记很难读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立位记很好读的 举手一下 我其实都觉得立位记打开 第一章的时候 哇 读到一半就已经差不多 眼皮很重了 昨天在这个地方 昨天是我们正道神学院 三十周年的年庆 校庆 有聚集的所有的 包括这个正道的校友 董事 很多的 关于这个 跟神学院有关的 这个弟兄姐妹 大家都在这里 五六百人在这边聚会 那他们今年的主题 他们有很重要的主题 叫做主谈迎主来 主谈迎主来 我在思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主谈 主谈做什么 献祭 为什么要献祭 为什么要献祭 因为神喜悦人 神要说烧一只牛给他 烧一只羊给他 神喜欢BBQ 对不对 是吗 是 也不是 神不是喜欢吃那个肉 神喜欢人来到他的面前 用一个完全的心来到他的面前 把那个祭物献给他 不是神喜欢那个祭物 而是神愿意人来到他的面前 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记得第一次献祭是什么时候吗 创世纪 第四章 亚当跟夏娃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盖颖 一个叫亚伯 然后呢 他们做什么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亚伯是序幕的 盖颖是种地的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出熟的 投生的 就陷在神的面前 但是 当 该饮献祭的时候 上帝说 你若行得好 我岂不愿意 不是上帝喜欢吃 喜欢肉 不喜欢 有人说上帝因为 比较喜欢肉 所以不喜欢那个该饮的 所以献得出熟的 就是果子跟这些 古物 不是的 上帝说 你若行得好 我岂不愿意 你的计划 所以他没有用一个完全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盖颖就生气 为什么 他献牛羊比较好 我献这个古物 菜酥就不好 所以他把 弟弟杀了 就是人的罪性 从这边就表现出来 一直到 后面一直 讲到大航嘴的事情 之后 什么时候人第一次竹坛在圣经里面 你记得吗 当洪水过后 挪亚的船停在一个地方 他就下来 然后呢 我们来念创世纪八章二十跟二十一节来 挪亚维耶华组了一座祭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献在坛上为祭 怎么样耶华 上帝就 哇 烤肉真好 是不是 所以现在要烤肉 不是 上帝就喜悦 挪亚所献上的祭 那个时候开始 有 坛出来 的概念出来 这是献祭 你记得上个礼拜王牧师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什么 主题 我们在读立位 其实立位有个很重要的主题 叫做圣洁 什么圣洁呢 圣洁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是分别出来的 我们基督徒是分别出来的 跟世界不一样的 我们要追求圣洁来到神的面前 可是我自己在想说我怎么可能是圣洁呢 我怎么可能圣洁呢 牧师圣洁吗 阿福哥 牧师圣洁吗 他不好意思点头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人 牧师也是人 也有软弱 也有不生结的时候 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献赎罪的祭在神的面前 那为什么读立位记 立位记有没有那么多的什么祭师的条例 献祭的条例 献什么那么多的祭 这个祭那个祭 献那么多祭 有人记得什么祭吗 有人会背对不对 黑人会背 我看他一二三四五 为什么那么多的条例呢 读起来哇好深奥 而且也不懂 那么多条例 为什么以色列要遵守这个条例 因为上帝借着这复杂献祭的礼仪 来教导百姓圣洁跟洁 有没有什么不能吃 猪不能吃 对不对 因为猪胆固醇太高了 那时候上帝就知道 猪胆固醇太高不要吃 不是那些献祭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只能献牛献羊 自己回去独立位记 五个祭代表不同的意义 虽然我们现在 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定了十字架 他已经流出他的保险 已经遮盖我们的罪 可以涂抹我们的罪 以至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神就有连结在一起 我们可以借着他的保险来到神的面前 要不然人是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的 但是地位记里面那个圣经里面那个 我们竭力过圣洁的生活 跟那个洁净的那个意义仍然存在 我们现在不需要你来到圣殿再牵一只牛来看看 你要牵一只羊来看看 所以不要牵牛牵羊 带着鸽子跟斑鸠 你要装在哪里 笼子里面拿来 那叫六鸟 对不对 五个祭代表每一个祭在现今的心愿里面有 代表不同的意义 我们大概看一下很简单的看一下 凡祭是什么 在新约在聚会中的敬拜赞美 所以我们刚才在这边唱这么多的诗歌 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就是什么 献上我们的凡祭 我们是全人全心 从头到脚从我们外面到里面 我们来到神面前献上我们的凡祭 是完全的 是全部的 没有保留的 叫做凡祭 凡祭的另外一个字 其实这个凡祭这个凡 这个字 其实我们现在很少人用 除了在圣经里面看到以外 其实台语比较接近叫做烧祭 就是完全烧祭的 英文叫burn offering 完全烧在神的面前 不留 一点都不留 凡祭 数祭呢 分享 纯正的圣经的真理 这是数祭 平安祭 平安祭又叫做感恩祭 后面才讲到 赎罪祭跟赎千祭 记得起来吗 记不起来五个祭那么难祭 对不对 怎么祭 Helen你怎么祭五个祭 我叫大家记第一个字 叫凡树平叔叔 凡树平是谁啊 是某某人 对不对 凡树平叔叔 就记得了 对不对 凡祭 树祭 平安祭 赎罪祭 赎千祭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再用这些祭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这些祭有祂的预表 那现在的基督徒用什么来献祭呢 你的献祭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祷告 这段话是John Stott 叫斯托德牧师 英国圣公会的牧师 他是英国的基督教界的一个领袖 他讲的这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念 奉耶稣的名祷告 就是献祭 就是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为凡祭 凡祭的意义就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 牺牲的祭物就是放下自己对对死的决定 这样的祷告可以打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阂 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通了 圣灵就把他一切的丰富浇灌下来 我们才有能力活出圣洁的生活 这是我说的 John Stott 李伟大的布道家 他说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通了以后 圣灵就把他一切的丰富浇灌下来 我们才有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 我过圣洁的生活不是靠我自己 主啊我要追求圣洁 这个也不要那个不敢做 不是的 乃是神给我们能力 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 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个意义 献祭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因为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自己活在神的话里面 让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也帮助我们身旁周围很多的人 他们活在上帝的爱里面 也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就是怎么样 我们去传福音 让旁边周围的人能够认识神 但是要活出这样的生命不太容易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很多的事情 捆绑我们 骄扰我们 撒旦 世界肉体 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呢 谁能够说我 我上帝我 我能够遵行你的旨意 靠自己是不行的 唯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只有一种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来念约安福音 五章 十五章 七到八节 来 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就怎么样 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着荣耀了 这段话他讲到说 我的门徒是怎么样 谁可以做神绝书的门徒呢 他应该是什么 我们看那个黄字叫 多结果子 然后呢 我们的父神因此就得着荣耀了 所以跟旧底说 我们的生命要跟谁连结在一起 我们的神连在一起 好像你记得约安福音讲的 我们的葡萄 我们的枝子是连在什么 葡萄树上面的 与绝书连结 与我们的弟兄姐妹连结 我们家人连结 神就把一切的圣洁公义 权柄跟一切的丰富 就浇灌下来 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 领受神的爱 如果我们今天读立位记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样来与上帝连结呢 兄姐妹我们怎么与上帝连结 今天从几个方面一起来试想 第一个我们透过献祭 师父刚才讲过献祭就是什么 祷告 我们透过祷告与神来连结 当立位记第一章第九节讲到献凡祭 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怎么样跟上帝连结 他们来到神面前 他们不能直接来到神面前 他们一定要来到会幕前面 祭司为他祷告 祭司为他献祭 他不能自己献 一定要祭司为他献 所以第二句话很长的篇幅 在讲有关献祭的过程 看起来很枯燥 很乏味 但是献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以色列百姓来讲 今天也对我们讲 献祭就是很平常的 每一天日子都要献 每一天就跟平常的日子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平常的日子是怎样 我们就是天天柴米油盐 吃喝拉撒 吃饭睡觉 不就这样吗 可是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 跟上帝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呢 今天的经文蛮长的 6月6章8到13节 我们一起来如果看着 会不会字太小 看得见吗 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 来 耶尔华小玉摩西说 你们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梵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既是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要把细麻裤子穿在身上 要把坛上所烧的梵祭 灰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到银外洁净之处 坛上的火要齐上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材 并要把梵祭摆在坛上 在齐上烧平安寄生的旨油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 读完这段经文以后 发现做祭司 真是一件辛苦的工作 是不是 因为他讲到说 坛上的火 从什么时候烧到什么时候 从晚上烧到早上 早上再烧到晚上 晚上再烧到早上 所以意思是什么 不可熄灭 是常常烧着的 意思是说你要一直 所以祭司不是自己一个人 在那边24小时 他要轮班 不然他就倒在祭坛旁边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见祭司很辛苦 但是凡祭是什么祭 是每一天都要献上的祭 不可熄灭的 所以祭司要做什么 每天就是砍柴 烧柴 穿衣服 脱衣服 所以祭司 所以祭司基本上是 一种工作叫做 屠夫跟烧柴的 还有穿衣服 脱衣服 要倒回 你要不要做祭司啊 我不要 我才不要做祭司了 对不对 这么累 什么叫做烦祭呢 烦祭呢 烦祭的意义就是 全部献给主 为了要得神的喜悦 完全的献上 Burn off wind 完全的烧尽 六集一章三节说 第一章第三节就说 可以在神的面前 得蒙悦拿 献上烦祭 在神的面前 神就喜悦你所献 所以其他的四种祭 我们刚才记得 你记得五种祭吗 樊树 平 叔叔 对不对 所有后面四种的祭 都要烧在烦祭的火的上面 树祭 平安祭 赎罪祭 赎千祭 都借着凡祭的火来烧 所以凡祭是一个祭的基础 其实凡祭 你记得在罗马书 有一段话 我们来念罗马书这段话 十二章第一节 来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 我们不是把自己烧在 你躺在那边然后烧掉 给神算了 我们现在这个祭叫什么祭 活祭 不是活祭 是活祭 我们在这里事奉神 我们是一个活的祭在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献祭的意义是什么 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祂来祷告 你说祷告 这个英文字 祷告有几个字 英文字母 四个 P R A Y 对不对 P 我把这四个字拆开 跟大家来讲给祷告的意义 第一个祷告的P叫做感谢跟赞美 大家一起来讲 感谢 赞美 Praise 感谢上帝 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献上帝给 献礼物给上帝 不只是数祭 平安祭 存感恩的心 包括 凡祭 赎罪祭 赎千祭 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十篇 五十篇 八道十节 一起来 我并不应 上帝怎么说 我并不应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凡祭藏在我的面前 我不从你的家中取公牛 也不从你的圈内取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深处也是我的 然后他说 我起吃公牛的肉呢 我起喝山上的血呢 你们要以什么为祭 感恩为祭 感谢为祭 献与上帝 要向那至高者还你的缘 上帝设立这些献祭的房子 其实不是像其他的宗教一样 其他的宗教怎么样 我带一些鸡鸭鱼肉 鲜花素果 来到神明面前 拜拜拜拜拜 然后神 你要保佑我 我这些都给你了 你要保佑我 不是的 这些原来就是神给的 你是不是拿神给的 然后再还给他 然后说主啊 你要祝福我呢 No 我们献上我们的什么 感谢跟赞美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烦祭的祭 是所有祭的一个基础 当我们献烦祭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其他祭加上去的时候 我们的感谢跟赞美就是承认 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我们在把我们生命的主权 在教会主啊你来掌管我 这是献祭的祷告的意义 所以我们从一个基础 我们感谢赞美的程度 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生命的程度如何 你的祷告是什么 主啊我现在遇到困难啊 赶快来帮我解决 主啊我现在找工作 赶快帮我找个工作 主啊我现在找女朋友 赶快帮我找个女朋友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 是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 因为刚刚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献祭我们的祷告 是为着神要得着荣耀 Amen 第二个R什么意思呢 R叫做来一起来念 认罪悔改 R是repentance 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认罪悔改 其实很多献祭 要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西伯来书 9章22节 他说按着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 罪就怎么样 不得赦免 如果不流血 所以为什么过去的 旧约的以色列人 他们要带着牲畜来到神面前 宰杀流血献给神之后 神说好 就这样 解决罪的问题 以至于他的新约的时代 人的罪实在没有办法解决 神就让他的独生子 爱子来到我们的当中 他不是来就算了 为什么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血 要处理我们罪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说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 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不只死了 而且第三天还要复活 我们的罪才能够得以解决 我们才能够借着主耶稣 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连结 那你说宿记怎么办 宿记没有流血 你如果看这个立位记第五章 第八 他讲到宿记又叫做贫穷人的记 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牛也没有羊 连鸽子跟斑鸟都没有 那怎么办 只好带着古物 带着细面 书记是献上细面 面粉 在神的面前 这些也可以为了你的罪 处理你罪的问题 但是细面里面有个规定 不可以加上如果我们独立位记里面 它不可以加什么 酵跟蜜 我只想想想 为什么不能加酵呢 酵是什么 你如果做面包的时候 加上去 面包就可以 对不对 就可以发起来 酵是一种活菌 酵里面也有生命 所以不能加酵 也不能加蜜 而且要用盐 盐是什么意思 盐的意思就是说 罪必须用死来对付 所以当我们在生命前 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致死我们里面 那个不顺服的心 也很好啊 如果你种一朵花 你把明天浇一盆盐水 然后花就这样 第二个就是讲到罪的问题 第三个祷告 A什么意思呢 来 A是祈求 asking 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 除了感恩认罪 就是我们可以向上帝来求 而且路加福音有一句话 是一章 来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 来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 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 哇 这是上帝的应血 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求 祈求 寻找 叩门 跟献祭都有一个同样的意义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要跟祂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向神来求 寻找 就寻见 叩门 就给你开门 最后一个 Why 是什么意思 来一起来念说 Why 是 是的 Yes Yes 什么叫Yes 牧师你随便解经 对不对 什么叫Yes 牧师真的随便解经 我来看一段经文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来一起来念 来 神的应许 不许 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Yes 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的叫神 因为我们得着荣耀 有没有祷告 祷告之后 神应许的 你说Yes 他是我的神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主权 主啊 这是你的主权 不是因为我祷告了 你要成就 而是主啊 这是你的主权 而且在上帝所有的应许 都在基督里面 都实现了 这是我们今天祷告的意义 来到神面前献祭 也知道我们用信心来到神面前 这是一个确据 所以当我们明白献祭的意义 我明白祷告的意义 我们就把旧约跟新约就怎么样 结合在一起了 不然我们读就会读了半天 哇 这些献祭太麻烦了 他们都回过来想 什么是祷告的意义 他说那牧师啊 那怎么样祷告呢 祷告谁不会 嘴巴张开就祷告了 不是吗 怎么样祷告 第二点我们来看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才是真正的献祭 我们祷告祷告祷告 最后就最后一句话 一定是什么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没有 我奉Frank的名 阿们有没有 奉Hellen的名阿们 没有啊 没有人这样子 奉我自己的名阿们 有没有 没有 我们最后一定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献祭的侍从的意义 P我们再复习 P是什么 感谢赞美对不对 R Rependance 认罪悔改 A Asking 祈求 最后一个 是的 我承认主的主权 我今天不是在这边教英文 乃是我明白那个祷告的意义 这也是我们敬拜的基本的元素 所以当诗篇一百篇 他说当以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以赞美进入他的愿 什么愿呢 外愿 我们看到这个会幕的一个形状 外面 外愿是一个祭坛在那里 当称谢 感谢称颂他的名 当我们来感谢赞美的时候 上帝的同在那个以马那里 就在我们的当中 上帝的同在就临在我们的当中 当我们献上感谢赞美危机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 因为一切都是你的 所以我要献上我的感谢跟赞美 一切都属他 旧约献祭到了新约 时候满足了 上帝就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刚才已经讲过 然后 耶稣就来找我们 所以路加福音十九章 第十节一起来念 来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 世上的人 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曾经是世上的人 还是我现在还是世上的人 那怎么办呢 谁来找你呢 还是我去找神呢 我教兵告诉我 人子来 这是福音的元素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 绝书已经在我们门外 叩门了 你要把你的心打开吗 还是你关紧紧的 这是谁啊 我不要开门 对不对 我们常常 这个手机里面有这个不明电话 要不要接 不要接 不是中国领事馆 就是 什么DHL 什么 对不对 什么 现在还有什么上海警察局 对不对 还是你收到text 怎么样 读了 算了不要看了 对不对 阿福哥发给我一定没有什么好事 是不是 我不要看 以毒不回 以毒不回 常常主耶稣在我们心门外叩门的时候 我们以毒不回 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 跟神 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呢 当我们的心向他敞开 他就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的祷告 我们来到神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向他的祷告 就是跟旧约的献祭 是同一个意义 所以在新约的时代 祷告就是献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祷告 都是蒙神悦纳的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要搞清楚 只有奉耶稣的名祷告 才是蒙大人 什么叫做奉 你说牧师 你讲了半天绕来绕去 什么叫奉耶稣的名祷告 什么意思 常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他说 这个上帝这么伟大 他掌管天地万物 对不对 他这么忙 他在乎我这么微小渺小的人吗 我的祷告他听吗 他会在乎吗 观福音十四章十四节 一起来念 来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就必成就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就必成就 主啊给我一百万吧 马上回家 门一打开一百万放在前面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已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了 怎么没有成就呢 什么叫奉我的名奉耶稣的名呢 奉我的名是要靠耶稣的名的意思 那我们凭什么可以靠耶稣的名祷告呢 凭什么 我们凭什么 我们凭什么没有事情 人家随便让你靠嘛 你要靠人家 人家还不让你靠 对不对 你要靠谁呢 有关系才给你靠嘛 不是吗 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你们要信耶稣基督 你们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既是他的儿女 我们就跟他有 关系 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 他是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跟他有关系 有关系就可以靠着他的名来祷告 所以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一支专线电话 有没有 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这个如果你有一天你要打电话到白宫 然后找白宫坐在里面那个人 叫做什么总统 川普总统 对不对 就打电话到总机之后 说我是某某人 我要找川普 你觉得你接得通还接不通 当然接不通啊 你是谁啊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如果你是川普的儿子 你打电话到总机 接得通接不通 啊 不知道 我是川普的儿子 我要找我爸爸川普总统 接得通接不通 当然接不通啊 你是谁 你是他儿子 我还是他爸爸咧 对不对 当然接不通 所以那天晚上回去 儿子就跟爸爸抗议 爸爸 我今天打电话到白宫找你 这没有人帮我接啊 真讨厌 对不对 川普怎么说 傻儿子 你找我 你要打电话到总机 我给你一支专用电话 你只要打这支专用电话 我看到电话我一定接 川普的儿子就问他一句话 那爸爸你这么忙耶 你要管全世界的事情耶 而且人家现在还在弹劾你耶 你有时间接我的电话吗 你有没有时间接我的电话 很多人会问这样的一句话 上帝这么伟大 上帝这么忙 上帝听我的祷告吗 我用川普回答他儿子的话回答你 他说孩子 你是我的宝贝 我不但亲自接你的电话 事实上我一直在等你打电话给我 这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不但容许我们跟他祷告 而且上帝一直在等待我们跟他亲近 我们跟他祷告 阿们 哥罗西书三章十字节一起来念 来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上帝 绝书在主导文里面教我们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神 他是我们的父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祷告就好像 绝书给我们一张空白的支票你随便填 不是 你刚才说因为圣经上面说无论求什么 我就给你成就 如果一个人既不感谢 也不认罪 也不悔改 每天活在堕落里面 上帝要听他的祷告吗 要不要 是你是上帝 还是我是上帝 兄姐妹 这不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真正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说 哥罗西书三章 无论做什么 说话或行事 都奉耶稣的名 借着他怎么样 感谢父上帝 我们借着说明白在上帝里面的那种 丰富 以至于我们虽然暂时没有得到 那上帝给我们那种外在的好处的时候 我们仍然知道祂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就伸出那感恩的心来 奉耶稣名的祷告 因为真知道 因为真知道 我们是批带耶稣的形象 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 真正的感谢赞美 真正的跟主连结 然后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祈求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来成就 我再一次引用 刚才John Stott 石头德的话 他说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是一种献祭 祭物是感谢赞美为祭 放下那个 献上的祭物 是放下自己 对罪死了以后 我们 就跟我们天上的父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祷告 我们在小组团体当中祷告 我们整个教会的祷告 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用感谢赞美 我们用认罪悔改 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与他亲近 第二点 第三点 关系通了 爱才能流通 当我们跟上帝有关系的连结了 圣灵 刚才讲的 圣灵就把他一切的丰富 就浇灌下来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才有能力 来活出圣洁的生活 这样的原则也应用我们跟人的关系 因为基督徒对人要有影响力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先解决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嫌隙 那些冲突 那些的罪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 我们还是有那个拦阻 我看那个人还是蛮讨厌的 我看这个人还是问题很多的 我看这个牧师还是不太顺眼 当我们失去感谢赞美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被罪拦阻 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我们也拦阻跟人的关系 我们就失去了从圣柄带给我们的祝福 其中圣柄当中是带给人祝福 谁是你的圣柄呢 在家中可能是你的父母 在教会可能是你的牧长 辅导 小组长 在职场里面可能是你的上司 圣柄会带来祝福 但是当你站在那个权柄的地位的时候 如果你也没有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看 接受你权柄的人 比如说上司不懂得感谢员工 老师不懂得感谢学生 父母不懂得感谢他的孩子们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带领我们所带领的人 帮助我们所带领的人 不可能把祝福给他们 有一个年轻人当他信主 以后他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我第一次 我女朋友叫我跟他去信福小组 我很不想去 他说他非常讨厌基督教信仰 为什么 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妈妈跟我姐姐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非常讨厌 为什么 我很奇怪 你妈妈和姐姐都是基督徒 那你为什么讨厌基督教信仰 因为我姐姐常常跟我说 你这个不信耶稣 你将来就是下地狱 他姐姐讲的是绝对真理 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让人信主 不是吗 他非常讨厌 他来到信母小组里面东看西看 第一次来了 第二次还来真奇怪 第三次第四到第八次八次都来 对 因为 对 因为 所以说���太母亲姐姐姐姐用爱 看经厐 看相对 有些使用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跟别人有影响力 我们要带领别人信主 遵循上帝的旨意 那我们要跟神有一个流通的关系 让神的爱先来感动我们 先来爱我们体领受神的爱 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爱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不是很多的知识 教条 规条 限制 不是的 我们讲到基督教信仰 是一个充满爱的信仰 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流通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祝福我们身旁周围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从献祭 从就位的献祭 看见我们怎么样跟上帝的连结 我们要写个问题 弟兄姐妹 你今天献上你的凡祭没有 你今天祷告了没有 我每天早上充充忙忙的 摔下洗脸吃早餐之后 赶快穿上衣服赶快要去上班了 弟兄姐妹 你祷告了没有 你跟神有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更深的体会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 不只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也帮助我们身旁的朋友 弟兄姐妹 能够认识神 成为祂的儿女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同时我们的 收奉献的 弟兄姐妹我们预备 来收奉献 现在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祢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谢 谢谢祢把这么宝贵的真理 就摆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承认我们人生当中 很多我们不明白献祭的意义 以至于主我们的人生当中 很多的时候 我们跟你没有好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转来到祢的面前 要知道主我们以感谢赞美为记 能够献在祢的面前 主啊 让我们不再靠自己 主我们一生要为祢而活 主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寻求祢 让我们面对家庭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健康 我们各样的征战 主啊 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到祢的面前 靠着耶稣我们必然得胜 主我们以用奉献来到祢的面前 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因为祢这样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 我们环线在祢的面前成为祢圣公所用 主啊就求祢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明白祢的心意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我们受奉献的时候 我们同时用这首的诗歌 一起来回应 绝书今天所对你说的话 祢来回应 Imane Li Imane Li 他命成为 Imane Li Imane Li 神同在 Imane Li Imane Li Imane Li 祝我们这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当音乐继续的时候 因为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以马内力 主啊祢今天就住在我的心里面 是的 主啊今天祢告诉我 祷告就是来到祢面前 献上感恩的祭 也就是献上讨祢喜悦的祭 主啊求祢帮助我真的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祢 来寻求祢的面 主啊我们也要感谢祢 如今我们不需要再带着牛带着羊 来为我们赎罪 主因为祢已经把祢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叫我们可以因祂受死复活 因着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 主我们可以成为祢的儿女 与祢和好 并得着那永生的盼望 主啊求祢来帮助我们 我们也要把这样的好消息 跟我身旁周围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来分享 主啊谢谢祢 主祢今天 借着祢的话语说 主我们要来到祢面前 献祭 主我们来向祢祷告 主因为我们要 跟你有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主我们是属祢的人 祢是我们的父 主我这次愿意说 主以马内利 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 以马内利 祢已经住在我的心中 主我人生前面可能有遇到很多的困难 拦阻 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失望 有沮丧 有各样的难处 在我的面前 但是主我知道祢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 主当我们依靠祢 主我就不再害怕 我依靠祢 我就不再行在黑暗当中 当我依靠祢 主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有盼望 当我依靠祢 我就知道主 我已经胜过了那世界 主因为祢是那位胜过世界的主 谢谢主 谢谢主 主 我们再次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 我仍然是一个软弱的罪人 但是主 祢已经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留出祢的宝血 为要洗尽我的罪 主 我只要在心里面说Yes 说主 我承认 不仅口里承认 我心里也相信 主 祢是那位又真又无的神的时候 主 祢要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们就领受 你从天上来的祝福 谢谢主与我同在 好不好我们现在把手打开 我们从领受天上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 上帝这样丰盛的慈爱与怜悯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文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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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同在 掌现荣光 祂名称为 以马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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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